這三個會議紀錄上 請問部長被塗黑的主席是誰? 請問被塗黑的主席是誰?經濟部給我的喔 我所知啊 給我的 是誰? 我想請問部長 這名字是張智嗎? 見不得人嗎? 還是幹了什麼違法犯規的事 損害國家利益 所以要把名字遮起來? 如果委員你認為他是有塗利問題 我們就送檢調來調查 不用我送 你去移政風部 好不好 你可以移政風 感謝部長有擔當 要把我們曾文生移到政風室 移到檢調 謝謝你 謝謝 部長 你知道欲蓋彌彰是什麼意思嗎? 不是那麼清楚 依照教育部國語辭典 想要遮掩 反而更加顯明 那我告訴部長 經濟部最近就完美示範什麼叫欲蓋彌彰 我想請問部長來看看頭影片 這三個會議紀錄上 請問部長被塗黑的主席是誰? 請問被塗黑的主席是誰? 請問被塗黑的主席是誰? 經濟部給我的喔 我所知啊 給我的 是誰? 我想請問部長這名字是張志嗎? 見不得人嗎? 還是幹了什麼違法犯規的事損害國家利益 所以要把名字遮起來? 這名字有這麼張嗎? 經濟部給我的資料不敢給 現在我請公佈這個見不得光的名字 可不可以公佈起來? 不敢 沒關係 曾董事長請您上來 請曾董事長 這三個名字是不是曾文森? 我剛才沒有看到你這個公佈 來 再給你看清楚一點 就是不就是你 曾文森 我們請提供的單位說明 你直接回答 我告訴你 就是你 你信不信 委員你不要這樣子 我問你是不是你嘛 不用什麼這樣子那樣子 我不知道這個是什麼問題 你不知道是誰啊? 來 沒關係 委員你現在問的是 109年3月2號下午1點30分 在經濟室簡報室 離岸封電規劃長子履約四項審查會紀錄 你有沒有主持 你有沒有主持 來 能源署長 可不可以請能源署長回來 這資料不是我 是不是你都不知道下去了 不用了 沒關係 不用你了 連你自己都不敢承認是你自己 沒關係 我想請問一下部長 這個資料是什麼 他不願意回答 沒關係 白紙黑子那麼清楚 沒關係 我不問部長 你沒有責任擔當你就下去 部長 請問什麼叫此地無銀三百兩 你知道意思是什麼嗎 就是欲蓋彌彰 部長 我再告訴你 貴部偉大欲蓋彌彰的事蹟 我跟經濟部索取達德能源的股權變更的會議紀錄 經濟部給了我三頁會議紀錄 總共八頁 請問你知道經濟部用多少時間給我八頁啊 報告委員我不清楚 一個月的時間啊 八頁的會議支要印一個月啊 貴部是我當明代有史以來見過效率最差的部會啦 是 對不起 要不要檢討 會 不要檢討 直接寄功 寄家獎 他們為了要 所謂的遮蓋能拖就拖 來 我跟你不止這個 更好笑的笑話是 我跟他要與能的所謂的股權的移轉的相關會議紀錄 經濟部給我三份 你知道實際上幾份嗎 我告訴你四份 非常好笑 109年3月2號 第一份 蓋黑的 不敢講主席的 第二份 109年3月17號也是蓋黑的 不敢講主席的 第四份 是110年5月26號 蓋黑的 唯獨第三份不給我 第三份是誰 抱歉 我就拿到了啊 第三份主席就是曾文森啊 好 我跟你講 你知道為什麼不敢給嗎 你知道為什麼不敢給嗎 第三份有塗黑嗎 第三份有塗黑嗎 第三份我自己拿到的 是啊 應該沒有塗黑吧 對 我自己拿到所以沒有塗黑 那你可以調前面的這個三份 調前面三份 你們現在 部長你真的太有擔當了 我是立法委員 我跟經濟部要所知 你給我蓋黑的資料 就回頭跟我講說我自己不會去找 這個意思嗎 報告委員 我們當事人絕對不會去塗黑 部長我一直很尊敬你 如果你是這種態度的話 抱歉 沒關係 我再來講下一個 我問你 你試到為什麼今天三個要蓋黑 到現在曾文森不敢講是他 為什麼第三個不蓋黑 報告委員 我跟你講沒關係 來 因為你隱藏的文件 你怎麼可以用這樣子來 隱藏的文件包含就圖利啦 至少國庫損失400億啊 這第三份文件啦 報告委員 來 我告訴你沒關係 我們是不是可以 大家忽敬地來討論這個事情 沒有關係啦 因為你現在用這樣子的話 我們也不算再討論 你不需要為曾文森捍衛到這種程度 來 我不跟你吵架 來 我想請問您齁 第一份會議記錄 2018年11月 2018年4月 達德獲得準許經營允能封場 他的股權比例是多少 我請這個 百分之百啦 不對告訴我啦 對不對 當時百分之百 對 獨資 來 到了2018年11月 達德開始試股 他的股權勝多少 73啦 不對再告訴我啦 到了2020年3月 再做股權變更 他的股權勝多少 48啦 48啦 到了2022年6月 他的股權勝多少 0啦 那我想請問你 當初 我們經濟部允許他 所謂的 來去籌設我們的電廠 條件是什麼 發起人股權不可以試到50%以下吧 對不對 是不是 報告委員在我們的行政契約裡面 針對重大變更 要經過 你要講專案申請 我要跟你講專案申請 我先講原始的原則條件 就是不能到50%以下 對不對 沒錯吧 在契約裡面是說這些重大變更要經過經濟部審查 原則不能低於經濟部審查以後專案 這是另外一回事 你不要跟我再扯東扯西 沒關係要跟他講專案來來來 這就是第三份會議之路 為什麼專案出來 為什麼你要遮嚴啊 我直接跟你講 第三份會議紀錄裡面就已經是發現 達德從100一直在降 降到48的時候經濟部也受不了啦 經濟部是不是跟他講說 你不得再去變更股權結構 在第三次會議的時候 報委員那時候有發現 所以說在取得電業執照之前 不可以再去做 對 很好不可以 然後呢 所以 搭配的有 聽我講完齁 聽我講完 如果違約的罰則是什麼 我們那時候有搭配的 你跟我講如果違約的罰則是什麼 違約保證金沒收 我問你不要問東扎西 違約罰則是什麼 當時 違約除以19.21的懲罰性違約金 沒錯吧 會議紀錄講的喔 這個是說如果他沒有罰 我跟你講很簡單 他從100變到0 你們原則要50% 現在你跟我專案核准 你第三次會議紀錄就覺得不對了 來第二個 不只喔 20億不是最嚴重的 來 第二個罰則 如果違約的話 要用回避成本來 短購允能全部電能 你知道回避成本是什麼意思啊 報委員那個19點 回避成本多少錢 回避成本要根據他當時的台電當年度的回避成本 2.13元啦 你連答都答不出來 我來當你的職位算了 那我想請問您齁 你知道光這一條 基本上 如果用回避成本來懲罰的話 你知道金額可以高達多少 你知道嗎 我告訴你啦 400億 我們本來的價差是5.8塊錢每度 如果變回避成本是2.13 光價差3.67元每度 而允能封廠發電量的預定是22.4億度 所以五年算起來是411億元 我最後問部長一件事情很簡單 第三次的違約的條件構成之後 你們到最後股錢變零 你們有沒有罰 有沒有罰20億 有沒有 有還是沒有啊 沒有啦 依照規定 開罰3.5億 3.5億啊 恭喜你啊 好棒啊 20億罰3.5億 411億罰3.5億啊 沒關係 我現在想請教部長 這個是計算的問題 請教部長 好不好 我想請教部長 來部長我想請教你 是 我今天就公開質疑啊 是 照檢方的偵辦標準 將近有400億的裁量空間 如果今天 你說會跟我裁罰3.5億 有沒有土地問題 該罰不罰就是土地 不是嗎 如果委員你認為他是有土地問題 我們就送檢調來 不用我送你去移政風部 好不好 你可以移政風 感謝部長有擔當 要把我們曾文生移到政風室 移到檢調 謝謝你 謝謝